浩宇被罷免後 挺來立委成為下一波關注焦點 百姓無色覺醒 基層民眾說罷免無關藍綠 而是因為有明代廢棄名義挺來豬 讓百姓忍不下去 如果你不做為民伏的事情 被罷免我覺得天經地 人絕對都沒有一百分 有人教他 有人討厭 94%的民眾都無黨無派 跟仇恨動員根本無關 陳柏惟說自己是因為橫台 才面臨罷免 但前立委損打前諷刺 陳柏惟會被罷免 是因為標線的狠訊又挺來豬 身為立委 諮詢內容卻慌走版 把立院殿堂當成綜藝節目 不罷免他 要罷免誰 孫大卿是誰畫家嗎 我不認識 狂嗆批評他的人都不是個咖 賊神朱學衡 火力全開 陳柏惟立委要記得一件事情 任何選民都有權利質疑你 因為我不是什麼咖 我是納稅養你的咖 你要負擔的責任不是台中第二選區而已 你要負擔的責任是不要讓全國的民眾丟人 那如果讓大家看到陳柏惟的質詢 就是這麼糟糕的話 對不起 我不需要是個咖 我只要是個選民 我就可以質疑你 別忘了你領的薪水 你底下養這些助理 都有我出的錢 請你認真負責 至少對得起我們納稅人繳的錢吧 炮火猛烈恐怕以南驚醒夢中人 人民無色覺醒 就看還有誰要站在黎明義的那一端 記得綜合報導